想要成为一名吃播 不仅要有好胃口 还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注意事项 首先 你需要拥有一台清晰稳定的摄像设备 以及适宜的打光设备 这能大幅提升直播的观感 帮助观众更好地看到你的吃相 其次 直播间背景的搭建也是需要注意的点 初期可以不用刻意打造 保持干净整洁即可 但后期可以根据产品的定位 和主播人设 打造一个具有氛围感的直播间 吸引更多忠实粉丝长期关注 精心策划 也是成功直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看似简单的直播背后 所需要的准备工作 却非常多且重要 除了外形优势与情商魅力之外 吃播主题与食物内容 也是决定一个吃播能否成功的关键 它们不能局限在本国料理 还需要放眼世界美食 正餐 零食 午茶 早餐等品类 也需一应俱全 有些吃播们选择录播的形式 自行录制吃饭过程 自行剪辑 并上传网络 也有进行吃饭直播的形式 与观众进行实时互动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吃播的话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注意事项了 你是否也想成为一名吃播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区留言讨论